好,我们前面已经提示过了 我发现我在电解硫酸酮的时候 我前面用碳放电解硫酸酮 后来在浇电镀放了铁钥匙 我发现我不管放什么 腹脊都生成谁 生成什么? 铜,很好 所以我的腹脊也可以放铜铜,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在电镀的时候 我的正极是铜棒 我的腹脊也是铜棒 那就变成所谓的用铜棒为电极电解硫酸酸酮 就是以前课本有明示 现在没有明示 但是它跟电镀是一样的 跟电镀是一样的 反应是通通都是一样的 都是完全一样的 OK,正极办反应,腹极办反应 质量增加起来通通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如果把它改成用铜的话 那么题目就变成是以铜棒为电极电解硫酸酸酮 所以我跟你提示过你要注意考试的时候 我电解硫酸酸酮到底是用碳棒还是用铜棒 它弄清楚 那么这个时候又多个名词叫做电链 因为这种电解长出来的铜会比较纯 因为一些化学反应的关系会比较纯 所以我在这里我用电解的方法 我们一般用还原方法所得到铜 称为炮铜 称为粗铜 比较不纯 然后把这个炮铜跟粗铜 然后放到正极 然后再经过电解 然后负极就长铜出来 这个比较纯叫做金铜 那这种方法叫电链 所以考试的时候 如果写电链 意思就是一样 叫做以铜棒为电极电解硫酸酸酮都一样的 那电如果注意事项低一点 我们讲过量什么电 直流电 然后这个直流电不可以太大或太小 太小你会电半天 也没有东西长出来 太大了会太热 就可能会发生氧化反应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而且要均匀 这样布滥东才会均匀 坚实 不容易脱落 不容易脱落 然后接下来两个是非常简单 甚至有点无聊 但是考试就喜欢问你了 我们这个铁钥匙要铜铜 铁钥匙上面不可以有锈 不可以有油污 有锈有油污 如果东西就会不牢靠容易脱落 所以我们说要砂纸橱锈 用氢氧化那去油污 你还记得为什么氢氧化那可以去油污吗 超级的 我们八年级学的 碱气可以溶解脂肪油污 所以氢氧化那去油污 然后做完之后要干燥 那怎么办 先用蒸溜水冲 然后再加饼铜 饼铜比较会挥发 可以加速我的干燥 所以这两句话很无聊 很简单 但就是喜欢考你 用什么东西去除锈 用什么东西去 去油污 先用什么冲洗 再用什么冲洗 就麻烦你把它背起来 沙子除锈 氢氧化那去油污 先用蒸溜水冲洗 再用饼铜冲洗 就把它背起来就对了 OK 池溜电前面就交过了 这也算是重点 好 电解电度都是要用池溜电 好 基本上我们电过结果 有很多的影响因素 活中生就看看就好了 你的温度会影响 你的电流大小会影响 你的电度的浓度也会影响 如果以后你真的走这一行 你就要出这些细节 你才会镀得很漂亮 镀得很结实 不容易脱落 那活用生就是看一看 是要说 哦 它会受到这些因素影响 就够了 我们要讲的事情是 这个电度是一个污染性 很大的工业 因为你就要用电解质 里面好多的金属的离子 重金属的离子 会造成重金属污染 我们在上帝课的时候 会讲到这件事情 重金属的污染 尤其像这个镀影 里面还有个所谓的氢化物 还有剧毒 我们佛二时候说过了 有那个氢那个字的就是有毒的 现在就是有毒的 所以小心注意 那这有一个氢子 绿母粒 二人锡那边有说电度厂 排放出太多含铜离子的废水 母粒吸了铜 铜离子蓝色 没有那么多水 看一下绿绿的 所以偶尔都变成绿色 然后绿母粒事件 绿母事件 就是因为电度的废水所造成的 所以电度是一个污染性很大的工业 它的使用 它的废水的排放 都要特别加以注意 让各位能够理解 OK 谢谢